春风吹拂,大地复苏,春天的味道也开始慢慢地弥漫在整个大自然中 我叫欧阳来自湖南平江的一个小村庄 春天到来的时候,家里通常都会去壳边采摘高草来制作青团 我们这里也把它叫做薅窖,小时候这是我们的临时之一 采摘回来的烤需要人工把里面不需要的杂草挑选出来 然后再用水锯清洗 洗干净的烤加入少量的食用碱 就会放入锅中开始蒸煮了 火的大小并不会影响青烤的好感 只需要将其煮熟,容易调成烤泥即可 煮熟后的烤泥需要和面粉搅拌在一起 充分揉搓,才能让其有足够的弹性 这也是制作过程中最难可最需要力气的一个过程 这个炒,拿这个炒来做这个年糕是很好吃的 我们家乡很多人都在做 就是我们拿普通话书是叫奶炒 然后我们家乡话书是叫厚 厚酒 把它搅拌打起来 煮熟了 就是把它煮熟了以后 这个糯米粉放在里面 把白砂糖 把白砂糖和糯米一起揉在一起 对吧 在一起 把它揉得比较有韧性 在锅中加入精水放好蒸笼 然后将刚才做好的面团揉成一个个小薅饼 盖好锅盖加入柴火 就可以等着美味的清抠团出炉了 这里我也想起了一首歌叫春风十里 可能我们并不能让十里外的你也能尝到烤的味道 但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呢 让你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 沿着春风把春天所有的味道都揉进了这一个青团 送给十里外的你 我在耳环路的里边 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 春风十里